小朋友们早安 我是Cherry姐姐 你们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 耶稣教导我们 原谅人要原谅 七十个七次 很多次耶 你们都记得了吗 而Eric叔叔 他也做了一个小实验 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找耶稣 当我们的依靠 让我们心里满有平安 不会这么容易的生气 那你们都在家里做完实验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吧 然后我是艾姨的 然后这样子就 没有再提起 一点点提 然后 就第一再提 这个实验真的好刺激哦 你们在做的时候 会不会很紧张 没有再提 拜拜 哇 好紧张 好刺激哦 小朋友 你慢慢拿哦 看它会不会流出来 拜拜 圈鱼姐姐也要在家里试试看 看我是不是做的跟你们一样呢 小朋友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哦 诶 真的没有流出来耶 看一看 有什么事 还要留着 好刺激哦 还要留着 一栏 好了 来 你看你呀 哇 其实真的很神奇耶 这样子水都不会流出来了 确烈姐姐 你可以帮我拿东西吗 那个东西好高我拿不到 我不要啦你去找别人 拜托啦 我不想要啦 拜托啦 你去找别人啊 好吧 好啦大家等我一下 哈喽小朋友我回来了 其实我刚刚本来有一点懒 就不想要去帮大牙 可是呢心里想一想又觉得 其实我很喜欢帮助人 而且帮助人也会让我开心 那我就去帮他咯 各位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吧 你们若回转到我这里来 你们若回转到我这里来 遵行我的命令 我会带你们回来 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九节 小朋友们 只要我们回转向神 神他都会接纳我们 也会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这样的心 来敬拜吧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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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ant to scream it out From every mountain top Your goodness knows no bounds Your goodness never stops Your mercy follows me Your kindness fills my life Your love amazes me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Nothing and no one comes Anywhere close to you The earth and oceans see Only reflect its truth And in my darkest night You shine as bright as day Your love amazes me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You are good to me In the summer rain My life celebrates My life celebrates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You are good to me 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 在剛剛的敬拜當中 你們身體有沒有動動暖和起來的呢 那你們的手指頭夠不夠靈活呢 現在方方姐姐想要來考考你們 跟你們玩一個小遊戲喔 這個遊戲叫做 嘴巴手指不一樣 這個遊戲非常簡單 就是你嘴巴說的 跟你手指頭比的數字要不一樣喔 那麼方方姐姐來示範給你們看喔 嘴巴手指不一樣啊 3 嘴巴手指不一樣啊 1 如果呢 你的嘴巴跟你的手指頭比的是一樣的話呢 那你這個遊戲就輸了 這個遊戲非常的好玩 也很刺激 你們可以在家裡跟你們的弟弟妹妹一起玩喔 那麼今天啊 我們的聖經故事 跟這個嘴巴手指不一樣的遊戲概念 有一點點的相似 你們也好奇這個故事嗎 我們就一起來聽聽這個故事吧 Yippee 聖經故事 兩個兒子的比喻 這是耶穌 哈囉 他是神的兒子和世界的救主 當耶穌還在世界上的時候 他讓許多人認識了神的愛 並醫治了他們的病 他醒了許多的神器 像是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你好 甚至使死人復活 喔呀 有一天當耶穌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教導的時候 然後法利撒冷和猶太人領袖來找他 他們挑戰耶穌的權威 耶穌反問他們 聽我說個故事 一個父親有兩個兒子 他告訴大兒子 兒子 兒子啊 去葡萄園裡工作吧 啊 兒子回答說 不 我不去 但他後來改變了主意也去了 然後父親告訴另外一個兒子 嘿兒子 你去吧 他回答 我馬上去 但他沒去 於是耶穌問他們 哪一個兒子聽從了他們的父親呢 他們回答 第一個 於是耶穌解釋了這個故事的背口意義 耶穌告訴他們 犯錯的人會比他們先進神的國 這是因為法利撒人和猶太人領袖不相信神派人來傳講他的訊息 耶穌繼續跟法利撒人和猶太領袖說話 他們發現耶穌在講的事情會害到他們 所以他們想要把耶穌抓起來 但他們害怕其他的人 因為這些人聽了耶穌的話 也相信他所傳講的訊息是從神而來的 各位小朋友 剛剛你們有沒有仔細的看影片呢 方方姐姐剛剛在看完影片之後 想起了我們家的事情 我呢 有一個非常非常高又很帥的弟弟喔 然後啊 我非常喜歡請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會走路走到很帥的時候 我就說欸你可以背我背我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會跟我說 齁不要啦 不會自己走 可是呢 他就會默默的蹲下來 然後說趕快上來喔 這樣子 你看他是不是嘴巴說不要 可是身體很誠實呢 我最愛我這個弟弟了 還有啊 有一次有一次 我的姐姐 沒錯我有很多的兄弟姊妹 我的姐姐呢 他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我們媽那個時候在炒菜 就跟我們說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拿醬油啊 我的姐姐就坐在那邊 然後他就說 好 然後他就繼續呢 滑他的手機 我就發現我姐姐竟然有假動作 假裝要起身的樣子 哇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弟弟跟故事裡面的誰很像 我的姐姐跟故事裡面的誰很像呢 在今天的故事裡面呢 耶穌用了兩個兒子的比喻 是想告訴當時候的祭司還有長老們 他們的所作所為啊 非常的像故事裡面的小兒子 也就是呢 表面好像順服上帝的話 但卻沒有實際的作為 因為啊 當施洗約翰告訴他們上帝話語的時候 告訴他們啊 耶穌就是上帝兒子的時候 他們根本完全不相信了 反倒是那些祭司啊 還有長老們 他們看為不好的人 有犯罪的人 他們竟然是馬上就認罪悔改 而且啊 付諸實際的行動 讓人家知道 他跟過去的自己是不一樣的喔 耶穌期待我們像故事當中的大兒子一樣 雖然啊 在一剛開始有做了錯誤的選擇 但是到最後我們願意悔改 也就是用最實際的行動來告訴上帝 我們犯錯了 願意回到他的身邊 當我們有了悔改的實際行動 那麼啊 我們就是個言行合一的人囉 其實啊 上帝非常喜歡我們這麼做呢 因為啊 這就是一個信實的特質 而上帝也有信實這個特質喔 在十二月當中啊 我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節日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沒錯 就是聖誕節喔 聖誕節就是耶穌的降生 而耶穌的降生啊 就是上帝信實的表現喔 因為在舊約的時候啊 上帝讓先知告訴以色列人 將會有一位救世主 他叫做以馬內利 將會來到我們的當中 而以馬內利呢 就是啊 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意思喔 期待在接下來的代將節期當中啊 我們可以預備心來等候這位 即將誕生的救世主耶穌 各位小朋友 你們若迴轉到我這裡來 遵行我的命令 我會帶你們回來 尼西米記一張九節 各位小朋友 接下來呢 又是我們大家最期待 Amy姐姐的時間囉 那麼她今天會帶我們做什麼手作呢 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吧 嗨 各位小朋友 我是Amy姐姐 今天又由Amy姐姐來大家做勞作喔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旋轉卡片 你看它是可以移動的喔 還記得剛剛的聖經故事嗎 兩個兒子的比喻 其實它跟我們生活是很常發生的 比方說啊 我們可能一不小心就會冒犯別人 讓別人感到難過或者是生氣 我們的上帝呢 常常會提醒我們 我們要去面對這樣子的錯誤去道歉 可是啊 我們卻常常心中會有那種羞恥感 可是在第一個時間 我們是不想要去面對的 可是善良的我們 聽上帝的話的我們 最終還是會去面對這樣子的錯誤喔 所以你看這個旋轉的卡片呢 第一張是我們自己 雖然我們心中常常把我們自己放得很大 但最終我們都還是要回轉向神 我們上帝是永遠接納我們的上帝 那我們就趕快動手作起來吧 好那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Amy姐桌上放了很多圓圈圈 代表我們今天最主要要準備的其實是圓圈圈的色紙喔 那我們的圓圈圈呢 要準備一大一小 你看他們剛好會差一點點 然後還要準備什麼呢 一個很重要畫畫的工具 那可以準備彩色筆啊 蠟筆其實都可以 然後還有什麼呢 需要準備 鉛筆 插布 然後呢 美工刀 還有尺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在螢幕前方有提供模組 可以供小朋友你們 如果沒有辦法自己畫圓圈圈的話 可以把它印下來拿去做採檢 那比較大的小朋友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用圓圈圈 自己畫下自己想要大小的圓圈喔 好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那我們比較小的圓圈呢 我們是要畫下關於自己的 然後呢 比較大的圓圈圈呢 我們是要畫出就是跟神相關的圖案 所以你們可以隨意的創作 隨意的發揮 OK 好 那我們就是畫完了 所以我們要找出一個尖尖的東西 那Amy姊姊手邊就是圓圈 那你們也可以用自動鉛筆啊 就是我們找出我們圓圈圈的中心點 然後稍微把它戳一個小小的洞 然後呢 重疊大的圓圈這張 好 那我們這時候拿出鉛筆 在我們等一下要割的那一邊呢 就是我們做一個記號 好 可以先拿開 那小朋友你們要記得喔 我們大的圓圈這一張啊 就是我們不能 等一下美工道割的時候不能割到底 我們要割到我們做的這個記號的這裡 OK 可以 然後它割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很像一個口袋 所以你要記得把這個鉛筆這邊把它擦掉 然後我現在我們要割的是小的這一邊 那你們可以選一個角度就是割起來比較不會擋到你最主要的圖案 然後小圓圈圈割的話就是從圓心割到底 好它就是會整個把它裂開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個角呢插到這個洞洞裡面去 然後旋轉你看看 旋轉看看 它是不是會很順 這樣就蠻順的 好 那另外呢你們可以準備大概是0.5公分的細細長長的紙 然後呢它需要黏在這邊 它需要黏在這裡 從圓心這邊往上黏 黏一邊的邊 然後凸出來沒關係 然後呢它就是 skulle把這個的穩住 然後呢它會很棒 還要來拍照 更多的錢 然後呢 它會很高 如果這很長的乾淨 然後它可以交給你看 然後它還有一些 然後小朋友有一個小小的地方要特別注意喔 就是我們剛剛黏這個對不對 我們的膠啊 不要整條黏喔 就是只要黏到這個小圓圈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上面是乾淨的不會黏到膠 然後另外一邊呢 另外一邊我們放到後面 是不是會有一個凸起來的腳 你會發現這個線跟這個 可能有一點點不對齊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盡量讓他們靠在一起 然後就是準備一個一樣大小的 然後短一點點的往上黏 其實我這邊捏是有一點歪歪的 但是我上面這邊呢就是盡量靠起後面這一張紙 那黃色的地方呢 膠水我只黏了這一小段 上面這邊是沒有黏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這兩片 把它黏在一起 中間沒有黏到沒關係 然後這樣子把它們黏起來 黏起來之後呢我們就要開始去修後面的圖案 好 我們這樣子就完成囉 你們就可以看看這樣子可不可以旋轉 好啊 這樣子很順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勞作就完成這個旋轉的卡片 各位小朋友 Amy姐姐真的很好奇 各位小朋友自己你們畫的作品是長什麼樣子啊 然後你們旋轉出來這個 是什麼樣子啊 所以你們一定要記得請爸爸媽媽 幫你們的作品上傳到螢幕前放的QR Code Amy姐姐很期待各位小朋友的作品喔 哇小朋友 今天Amy姐姐帶的這個勞作也太可愛了吧 看到它就可以讓我們提醒自己 雖然其實隨時都在我們的身邊 我們可以回轉向它 讓它幫助我們 讓我們說話跟我們的行動 都可以是合一的 那你們在家裡也可以試試看喔 接下來 又要進入到我們的小組時間了 等一下題目會打在螢幕上面 趕快邀請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一起來討論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我們下週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